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款开关电源 这个开关电源采用的芯片是DK1203 它的输入电压能够在85V到265V 输入电压很宽,输出稳定的12V 电流可以达到2A左右 这一段是输入,这有一个保险 这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是共模抗干扰电杆 就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整流桥输出的正电压加到电容的正极 负电压加到大电容的负极 经电容滤波以后是300V左右的电压 通过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加到芯片的七八角 这个电容电阻二极管就是第二系电路 这个电容是冷地与热地之间的抗干扰电容 这个电容是芯片的供电引脚的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是接在光耳的四三角 起抗干扰作用的 这一段是光耳的初级一二角 这个就是一个吻压管和一个电阻进行吻压的 这里没有用四三一输出的十二伏也一样很稳定 开关密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压 经这个二级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输出的就是十二伏了 我们再看一下板的背面 这段是输入 输入进来以后 经插膜抗干扰电容滤波 共模抗干扰电杆滤波 然后通过整流桥进来以后 加到大滤波电容上 这一端输出正电压 这一端输出负电压 正电压通过开关密压器 加到芯片的七八角 负电压加到芯片的六角和三角 芯片的一角是空角 内部有启动电路 二角是供电引脚 三角是接地 四角是空角 五角是吻压引脚 在这里它接在了一起 然后通过光偶进行吻压 这个就是光偶 光偶的一角通过电阻接输出端的正极 二角通过吻压管的负极接地 这样就能够进行吻压了 开关密压器输出端 经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以后向后极输出 下面我们测量一下芯片 正常工作时各引脚的电压 黑标笔接大电容的负极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各引脚电压 一角 两幅 二角 五幅 三角是接地的 四角是吻压引脚 一幅 五角和四角接在一起都是一幅 六角接地 七八角 三百零六伏 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六十五千赫左右 它的外围电路很简单 输入电压范围很宽 使用的地方也比较多 这是它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